第二次川晶會 朝鮮獨裁者金正恩被民主美國容忍著頗有些忘乎所以 美國總統川普在27日與金正恩會晤中給金正恩送出兩個偉大 川普說 貴國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 難以置信的無限潛力 我認為你將擁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你是偉大的領導人 我期待看到這一切的發生 並幫助它發生 我們將幫助它實現 記者問道 很多人對美朝首腦會談持懷疑態度 飄飄人的金正恩得意忘形稱 全世界都關注著首腦會談 有人表示歡迎 有人表示懷疑 完全像是在看夢幻大片一樣 川普還說 昨天晚宴上我們聊得很好 速度對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兩方達成好協議 有記者注意到金正恩開始模仿川普的語調和用語 他說 會談一定會取得積極成果 將利促朝美對話取得良好成果 華盛頓郵報記者問 金委員長對達成協議有信心嗎? 金正恩回答說 現在還為時過早 但不悲觀 我感覺會有好的結果出來 美國總統川普在中美貿易談判中 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口吻 BBC指出 這是金正恩首度回答外國記者問題 引發媒體群一陣騷動 川普還在推文中將金正恩稱為朋友 並描述朝鮮的發展潛力真棒 外界認為川普對金正恩的讚賞莫名其妙 而川普則表示他並不急於達成契合協議 川普推文指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越南那樣繁榮昌盛 如果朝鮮能夠實現烏合化 那麼朝鮮將是同樣的 而且很快就會如此 川普說 對於他的朋友金正恩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機會 像這樣的機會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川普說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非常有趣 美國之音報導稱 川普總統與金正恩在歷史悠久的河內索菲特傳奇大都市酒店 舉行會晤 共進晚餐 川普在公開對話時表示 他與金正恩交換了一些不錯的想法 期待朝鮮的經濟能夠發展起來 外界看來 川普總統多少有一些一廂情願 《紐約時報》今天採訪了脫北外交官的報導中說 金正恩聰明 但無情 無意契合 2016年叛逃到韓國的前朝鮮外交官謝永浩 對《紐約時報》表示 稱這位領導人是無情的 他還稱朝鮮經濟失敗 解釋說核武器被用作聯合國家並未貧困提供理由的工具 他告訴《紐約時報》 朝鮮的福利是失敗的 朝鮮人民現在不相信朝鮮的制度和意識形態 因此它需要核武器來為朝鮮目前的所有問題辯解 例如 朝鮮報紙正在教育人民朝鮮是窮人 為什麼? 由於朝鮮在核發展上投入了大量資金 並且由於核發展 朝鮮成為了世界超級大國之一 謝永浩補充說 因此這是朝鮮經濟失敗的明確理由 至於金正恩與川普二度會晤 這名外交官認為 金正恩這樣做只是為了維護他的家族 金正恩與川普見面的主要目的 首先是爭取時間 第二是解除制裁 他最終想要的是擁核國家的地位 在潛在的買主包括伊朗這樣的國家 他同時認為朝鮮的政變從結構上看這是不可能的 他還說 在朝鮮高官的子女特權也是有限的 朝鮮人民通常不會開口說什麼